这个效果特别的不好找 我来这好多回我都没看见 烫手 这不然天气大昏腾吗 可是人家得烫是红的呀 可以 这漂亮 爽脚鸡 这是重庆的一道名餐 寻味之旅 我的家乡恬静 今天咱藏在一家大学里的小店 停塑味道不错 看了第五十几年了 咱尝一下到底怎么样 走 还有吗 看着灯 谢谢 我来擦这 你们这有麻菜比较好 这这四个特色菜 双脚鸡 点那 炒手 二两二两 还有个麻菜比较 你这比较不错 肉末茄子 肉末茄子 太行 肉末茄子 小面 小份 二两 对吧 对吧 你们是四川人吗 重庆 重庆的 重庆小面吗 对吧 好 红油炒手 这不是人贴你大葷的吗 可是人家这烫是红的呀 嗯 上小鸡 嘿 最漂亮 小面 重庆小面 对 红油炒手 把底下有那种 鸣粉 烫 感觉有点像 在那 你拿西安吃 那个蒜条碎点 哎 对了 它这馅是白散的 没有什么清姜 嗯 摇开以后 蘸点踏尺 哎 小哥 你们家干多少年了 哦 你们家店干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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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嗯 哇 这才肉末茄子 应该是长茄子蓄皮吧 感觉 反正看着条是 这应该来碗米饭 爽脚鸡 这是重庆的一道名菜 这道菜三十算 还有小脆骨的 这道菜应该是下饭存器 我感觉这个串菜就是口味比较重 鸡肉是白的 鸡肉很嫩 这个效果特别的不好的 我来这好多回我都没看见 是呢 今天特意过来尝尝 这茄子就这么熟呢 这茄子口感是这样 看 看这小热气 刚出锅味 烫 这道菜一定是下饭神奇 蒜香味 味味的辣 我还特意去厨房较量一下 要喂嘛 因为咱们这顾的都喜欢吃辣的 咱可能太辣接受不了 咱们这小面 奇怪 颜色不好看 感觉跟中庆大吃的那面条 那面条不是一种 中庆那个面条好像 解水面有点把杆 但这个就不适 这个像舔的那捞面 有点像舔一艘碗面 去碗吃吧 这个视频到这儿吧 再见 拜拜 拜拜